陈校长您好 首先我代表我们的媒体 向新英才学院的开学典礼 表示热烈的祝贺 谢谢 那我们有些问题呢 想采访您 就是说我们办新英才学院 我们的宗旨 我们的特色 和我们想达到的预期目标是什么 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非常高兴 有机会跟大家见面 来介绍我们新英才学院的 情况 今天是我们新英才学院 正式的开业的典礼 得到我们新英才的 这么众多的朋友来参加 我们感到非常的荣幸 也是借此向大家表示感谢 新英才是我们的这个集团 创办的第三所学校 那么我们呢 是从1978年开始 就在加拿大从事这个教育 也在中国推广加拿大的教育 所以可以说是我们这么多年来 是在加拿大教育界算是比较老资格 资深的 新英才是我们三年前创办的一个新的学校 是安大内省政府批准的和审核的一个私立的高中 我们提供高中的课程 学生学习完了之后 可以领起我们安大内省的高中毕业文凭 学生有了这个文凭就可以申请直接进入加拿大的大学 或者是美国 英国 英国 纽西兰 澳大利的大学 英语国家 可以说是一个我们俗语说 含金量非常高的一个教育的文凭 高中毕业文凭 可以说是在OECA 就是在这个国际上 我们安大内省的高中文凭的 被评为是在英语国家的是前列的 是最好的 所以我们就希望通过这个高中的这个文凭的教育 使到来自世界各地 还有我们加拿大本地的学生 能够得到一个非常好的高质量的 很严谨的这个训练 培养他们进入各个大学里面 我们就是特别侧重有三个方面的领域 一个是商业 商科 我们注意到这个商科的非常重要 而且学生很多也是非常重视 父母也非常重视商科 所以我们这商科方面我们也很重视 第二个领域就是工程 第三个领域就是高科技 当然还有其他的学科 这是我们主要的要推广的 要主要推广的 特别集中的培训的学生的领域 我们也非常重视学生的全面的发展 所以除了这个学术的严谨 要学习之外 我们也提倡跟鼓励学生参与课议的活动 比方说一些体育活动 技艰 马术 这些我们都有合作的伙伴 同时在他们在财艺方面 财人方面辩论 英文的写作等等 社区的服务 使到这个学生在高中的阶段的时候 可以说体验了这个社会的各方面 能够有实际的经验 那么得备他们在大学里面有更好的学习的成绩 将来在社会上是一个社会的动良 我们知道父母的就是他们的期望 就是我们会 我们管生也是做父母的 所以知道这是希望指你的 将来的在学业上的发展的前途 以及他们在社会上的工作服务的时候 所以要具备了什么一种资格 具备什么财人跟技能 这方面我们是非常清楚 所以我们会抓紧这一方面 就是在学术方面很重视很严谨 同时在提供广泛的兴趣的 就是培养学生多方面的兴趣 那么希望我们的学生将来都能够成为 社会的动良 就是为了父母的增光 好的 谢谢陈校长 刚才您提到您从1978年就开始办学 那么现在这间学院是第三家 可喜可贺的一个成就 刚才听您介绍也非常受启发 我们的办学理念 办学特色也都非常鲜明 刚才我也参观了校园 我看到了我们崭新的校舍 我们的硬件装备 我们的体育活动场馆 还有我们的篮球场等等 我想问您的是 就是我们这一间学院 在办学特色上 在软硬件设施上 有些什么特别之处 这个我们现在也就是 大家知道这个线上的课程 因为疫情 和疫情的关系 我们已经是将近两年 不能够再校来上课 所以我们转为这个online 所以我们学生很多的就是online上课 就是利用高科技 就是来做这个教学工作 所以我们的学生来世界各地 都能够通过online的课程 来吸取我们的高中的课程 所以这一方面就是说 如何应用跟使用高科技来做教学 这个是我们特别重视的 对好的 那么陈校长 您对我们这个学院 未来的期许是什么 我们呢就 除了在本地 是办一个一流的高中 就是我们也希望 在推广国际教育 尤其是加拿大跟中国的 教育的交流合作 我们也会尽我们能力 要做我们的贡献 好的 谢谢陈校长 谢谢 祝贺您 好好好 谢谢